如果只让我推荐一个手机App给所有的YouTuber 那我会毫不犹豫的推荐YouTube Studio App 这是YouTube工作室的手机版 在最近的一年 YouTube非常的重视YouTube Studio App的开发 现在YouTube Studio App 基本上能够看到频道的所有数据 所以只要你下载了这个App 就能够随时随地了解你频道的最新动态 监制芯片 我就带你了解YouTube Studio App的所有功能 能够让你知道如何使用这个App 去帮助你频道更快地成长 hello大家好,欢迎欢迎我的朋友,我是Grayson 我想通过YouTube频道在网上打到自己个人品牌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是完全免费的 记得把旁边的小铃铛打开 就能够接收到最新的名通知了 另外在底下描述完 也有很多经营率不调的使用工具 首先如果你还没有下载YouTube Studio App 你首先需要下载这个App 我们可以搜索YouTube Studio App 然后这个就是YouTube Studio App 甚至进入到YouTube Studio App 这里面会有非常多数据 我们一个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最上面 左边就是YouTube Studio App的标志 然后右边会有两个选项 我们可以点击第一个圆形的选项 这边可以看到这个就是通知的选项 这就显示我们有新的通知 然后在上面有两个选项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第一个选项 这边就是设定的选项 你可以选择你受网到手机上面接收通知 我现在是打开的状态 你可以再点击一下就是关闭的状态 如果想要接收通知 所以把它打开 接下来就是留言通知 你可以选择不同的等级 你可以选择全部留言都接收通知 或者是只是接收重要的留言通知 或者你关闭所有的留言通知 然后点击这个左键头返回 接下来就是货币单位 这里我选择的是美金 你可以点击这个选项 你可以选择其他的货币单位 这里面会有非常多的货币单位 接下来就是这个应用程式的版本 我们关闭设定这个选项 在右边是个垃圾桶的标志 就代表你可以删除这个通知 当我们点击右上角头像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会有更多设定 例如你可以管理你的谷歌账户 你可以做出一些设定 你可以提供意见 或者是搜索一些说明等等 再往下就会有我频道的名字 还有我频道订阅者 我们可以看到 在我录制影片的时候 我的频道拥有42,950位订阅者 接下来就是数据分析 这里显示的是最近28天的数据分析 首先第一个数据就是观看次数 在最近的28天我获得了11万次的观看次数 接下来就是观看时间 是以小时为单位的 我在最近的28天收获到了5269个小时的观看时间 接下来就是订阅人数的变化 在过去的28天我收获了1473名订阅者 接下来就是我的广告收入 在过去的28天我收获了586.5美金的广告收入 然后我们可以显示更多内容 首先第一个就是总览 这里面YouTube有提到 我频道累积的观看次数和我平常是差不多的 首先第一个就是浏览次数 是11万次 这个图我们可以再点击一下 就可以查到更详细的信息 像我就进入到了更详细的页面 选在最上面我可以选择时间的区间 像我选择的是最近28天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可以选择其他选项 例如最近的7天 最近的90天 最近的365天 或者你可以按1月份进行选择 然后在接下来就会曲线图 我们是可以查看每一天的观看次数的 例如我在这上面点击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可以查看到2022年1月25号的时候 我获得了4989次的浏览次数 然后可以再点击其他的 例如在这一天2022年1月29号的时候 我浏览次数是3914次 底下还会展示你浏览次数的平均值 例如我频道 平均浏览次数是9.9万次到13.7万次 所以在最近28天 我频道浏览次数是和平均差不多的 那么可以点击返回 那么可以往右移 这里又有一个图就是观看时间 同样的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图 进入更详细的画面 同样的和浏览次数是一样的界面 在桌上面也可以让你选择不同的时间区间 你可以选择到具体哪一天它的观看时长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一下第三个图是订阅人数 我们点击记录看一下 这里面也是同样的界面 你可以让你查看具体的信息 例如在2022年2月8号的时候 我在那一天获得64个订阅人数 然后我频道每个月的平均值为1300到2400个订阅人数 接着看最后一个图就是我预估的收益 我们可以点击进入看一下细节 这里就会展示我频道每天所获得广告收入 这里有提醒我它仍然在处理前两天的资料 但是这里大家要注意一下 前面的三个图都是能够让你查看每一天的情况的 但这个图它不能够让你查看每一天具体的情况 它只会让你大概看一下频道的收益 然后我们就接着往下看 显示的就是我最近28天热门的影片 左边就会有影片的信息 然后右边就会有每部影片它的软次数 我们可以点击一部影片 例如我点击第一部影片 当你点击这个模块之后 你也可以查看一下更具体的信息 这边就可以查看到更详细的信息 调整在这上面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时间区间 这边总会有两个数据 一个就是平均的观看时长 还有就是浏览次数 例如我第一部影片 它的平均观看时长为2分13秒 影片的虚看率为26.1% 然后它的浏览次数为6891次 这边总会列出你频道里面最近热门的10部影片 我们就接着往下看 现在是我及时的观看次数 在最近的48小时 我频道的观看次数为8256次 然后底下展示的是 我频道里面在最近48小时 获得观看次数最多的前5部影片 我们可以点击看一下具体的信息 例如在这里就会有两个选项 可以展示出过去48小时 还有过去60分钟频道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面就会有观看次数的数据图 会展示给你每个小时你频道获得观看次数 同时我也才看到具体某个小时我获得观看次数 例如我点击一下 例如在2022年2月21号上午10点的时候 我的频道获得228次的观看次数 然后在底下会有更多热门影片 你可以才看到在过去的48小时 它总共获得了多少观看次数 并且当你点击一部影片之后 你可以才看到更多影片详细的信息 例如这部影片是YouTube频道开通的教程 里面还要显示这部影片是什么时候发布的 它的浏览权限是怎么样的 是否有些限制 然后底下就会数据分析 例如它最近28天它的观看次数 然后它的观看时间 还有它的收益等等 然后它也可以显示更多内容 这边就会显示 这部影片在发布之后 总共获得了多少观看次数 然后在往右边就是影片总共获得了观看次数 然后就帮助频道获得了订阅人数 最后一个就是这部影片总共的收益 底下一个数据就是 这部影片观众的虚看率 然后就是最近48小时 这部影片获得观看次数 接下来就会展示 这部影片的主要流量来源 这部影片的最大流量是来自于YouTube搜索 接下来就是外部 第三就是推荐影片 除了总览以外 其他还有很多选项 例如第二个触及率 就是显示了这部影片的一些曝光次数 然后曝光点击率 然后还有浏览次数 还有不重复观众人数 底下也会显示一些流量来源类型 还有显示流量最高的外部来源 还有它的热门YouTube搜索字词 也会展示给你为这部影片吸引最多流量的影片 最后一个展示就是最常播放这部影片的播放清单 第三个选项就是参与度 最后显示观看时间 还有每天的平均观看时长 然后这底下显示的是观众虚看率 第二个选项就是喜欢这部影片和不喜欢这部影片的人数 第四个选项就是观众 最后显示回返观众 然后不重复观众人数 还有订阅人数 还有观看这部影片的观众 他们的年龄大概是哪里 然后这里就会有性别 还有热门地区 最多观众选择字幕 CC语言等等 还有订阅者观看时间 最后就是这部影片的收益 有频道的预估收益 还有每千次观看的收益 这个就是RPM 然后最后就是每千次爆款的收益 这就是CPM 然后会展示你的收入来源 有预估的广告收益 还有YouTube平面的收益 然后会展示广告类型 然后再回到主页面 这边会展示最新影片的成效 这部影片是我最新发布的 是关于YouTuber是如何赚钱的 然后这部影片已经发布了两天九个小时 然后在我最近发布的十部影片里面 它排落第五 它总观看次数为1214 它的曝光点击率为3.3% 平均的观看次数为5.08分钟 然后我们可以显示下更多内容 这边就和刚才一样 会展示给你更多这部影片的详细信息 这边就展示你频道里面其他的影片 左边就展示出影片的缩图 右边就是影片的名称 它的观看次数发布时间 它的获利情况 它的点赞数还有评论数 我们可以看到右边有三个点的标志 我们可以点击一下 这边就会显示更多选项 例如你可以分享影片 编辑影片 播放影片 或者删除影片 这里可以让你显示出更多的影片内容 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更多我的频道影片内容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上面有一些选项 首先我们可以点击第一个 这就是筛选条件 你可以筛选一下排队的顺序 可以按照最新的排序 或者是观看次数最多的排序 然后你可以选择不同的留言权限 或者是观看次数 或者你可以选择观看次数超过某个数字 或者不到某个数字 然后你可以选择影片的引力情况 或者是有哪些限制 然后在右边就可以看到 是刚才的筛选条件 你可以直接在这里选择 除了影片之外 我们可以查看一下直播影片 因为我没有直播影片 所以这里是空排 然后它有一些筛选条件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YouTube Shorts 同样的也会提供给你筛选条件 我们也可以注意到 在最上方有个放大性的标志 你会进行搜索 你可以输入一些关键词 搜索你想要的影片 然后在最底下就会有最新的评论 这里显示的都是尚未回复的频道评论 你可以点击这个评论 然后最后一些选项 例如点赞评论还有加信号 最后边也有三个点的标志 例如你可以置顶移除 还有检举垃圾留言 或者你可以在你频道中隐藏这位使用者 这里可以让你查看更多的评论 点击这个选项 可以让你查看更多的评论 这上面有一些过滤器 例如你可以选择留言的类型 回复状态 你可以搜索一些关键字 或者你可以选择包含问题 或是公开订阅者 然后你可以选择 频道会员的评论 或是非频道会员的评论 或是根据订阅人数 来进行筛选 在看完第一个选项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在右边还有一些选项 例如第二个选项就是内容 这是我们刚才看到的 你频道里面所有的影片 你可以根据不同的筛选条件 进行排序 你可以点击这部影片 然后就可以查看一下 这部影片它的具体信息 这些都是我们刚才有提到过的 然后可以看到影片的右上角 会有三个标志 可以来看一下第一个标志 这里就可以让你编辑影片 你可以编辑你影片的标题 还有说明栏 你可以调整影片的浏览权限 引力状态 然后你可以选择 这部影片是否是为儿童打造的 然后你可以编辑它的播放清单 还有更多选项等等 例如有显示它的标签 还有它的类别 还有它的授权和发布选项 是否允许嵌录 还有它一些留言选项等等 第二个选项就是从YouTube删除 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一个选项 第二个选项就是分享选项 你可以分享给其他人 或者其他的市场媒体都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可以再看一下第三个选项 这个选项就是 直接让你打开YouTube App 在YouTube上面观看这部影片 在看完内容选项之后 我们就来到第三个选项 就是数据选项 在刚才讲影片数据时 有提到过数据分析选项 而这层级就变成了频道这个层级 你可以查看到频道整个数据的表现 例如第一个就是总览 然后第二个就是触局率 这里就会有你频道的曝光次数 然后它的曝光点击率 还有它的总观看次数 还有不重复观众人数 还有你频道过去28天 排名前四的流量来源 例如我频道有40%的流量 是来自于YouTube搜索 有18.7%的流量 是来自于浏览功能 然后会展示出 你频道里面最高的外部来源 我频道里面的流量 最高的外部来源 是来自于谷歌搜索 然后就我频道里面热门的YouTube搜索词 例如Canva 无版权音乐 Canva教学等等 好会展示出我频道里面 在过去28天 吸引流量最多的影片 例如第一个就是 如果开YouTube频道的影片 第二个就是 如果成为YouTuber的影片 第二个会展示 我频道里面最常播放的播放清单 第一个就是Canva完整教程的播放清单 然后第二个就是 YouTube新手教学的播放清单 这里大家要注意一下 所有的这些模块都是能够点击的 你可以查看到更多细节的信息 如果选择这个流量来源类型 我就可以查看更多细节的信息 我可以查看到 我频道里面所有的流量来源 他们的百分比占比多少 然后可以点击这个热门的搜索关键词 这就可以查看到 我频道里面更多热门的搜索关键词 再看完数据分析之后 我们点击第四个选项留言 这边就展示 所有我还没有回复的留言 我可以点击右上角 这个搜寻 你可以搜索一些关键字 去找到一些相关留言 然后再点击最后个选项播放清单 这边展示我所有的播放列表 在上面会有些信息 例如这个播放列表的名字 还有播放列表的总观念次数 还有这个播放列表里面 总共会有多少部影片 我们可以具体点击这个播放清单看一下 这边就会有这个播放清单的所有影片 我们可以看到 在右上角有一个标志 这一开放你选择 根据建立时间进行排序 或者根据最近新增影片进行排序 像在看完这期影片之后 你会感叹YouTube Studio App的强盗功能 是的 这个App能够提供给你所有重要的数据 以及能够让你随时随地和观众进行互动 这些都是非常方便的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你们平时的时候是否有使用这个App 并且你们的感受是什么 像我们可以利用手机去做很多的事情 如果想知道 如果在只有手机的情况下 去成为专业的YouTuber 可以去看我这期影片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欢迎点赞 如果想想了解 更多关于YouTube内容 欢迎订阅我频道 记得把旁边的小铃铛打开 如果想要有更多互动 可以关注我IG 在底下描述完 也有很多精力配合小工具 那么下次见 拜拜